来看其他方面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 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对外公布 20条措施针对消费领域精准发力 力求创造更好的消费环境 让消费者享受更高质量的产品服务 具体都有什么 一起来看一下 网上买买买 已经成为许多人消费购物的重要方式 未来你的网上购物将会不一样 意见提出 将引导电商平台促进个性化设计 和柔性化生产 培育定制消费 智能消费 信息消费 时尚消费等商业新模式 现在很多人依然钟情于实体店消费 传统的百货商店 承载着美好的儿时回忆 但在新的商业模式的冲击下 他们中有些已经不再有往日的辉煌 未来他们或许将通过转型迎来机遇 意见中提出 支持线下经营实体 加快新理念 新技术 新设计改造提升 向场景化 体验室 互动性 综合型消费场所转型 鼓励经营困难的传统百货店 大型体育场馆 老旧工业厂区等 改造为商业综合体 消费体验中心 健身休闲娱乐中心等 多功能综合性新型消费载体 老百货 老厂房将变成什么新模样 令人期待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夜生活的人 也多了很多选择 当前多地大力发展夜经济 深夜食堂 夜间开放的博物馆等 下一步还将越夜越美丽 意见中提出 鼓励主要商圈和特色商业街 适当延长营业时间 开设深夜营业专区 24小时便利店 和深夜食堂等特色餐饮街区